让客户跟你买产品其实不难 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 你要让他觉得安心、放心 那你要让客户觉得放心不难 只要你能够提出售后服的保证 但是你要提出售后服的保证 即使你提供了 客户也不见得会相信 所以让客户放心、安心 其实很难 因为他不信任你的状态下 即使你提供了再多的买益保证 他还是不敢跟你买 因为他不知道你提供的收入服务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呢 你说卖东西给客户到底难不难 其实他很简单 就是提供让他放心的服务 可是他又很难 就是他不相信你讲的话是不是真的 所以你要经营一段时间 让客户相信你 让客户信赖你 可是你让客户相信你 让客户信赖你 你要花多久的时间 你要花多少的力气 你是不是每天都要去跟他见面 或者你可以有更省时 更省力的方式 其实网络行销懒人包 做的就是让你跟我一样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让非常多的人看见你 让非常多的人相信你 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简单的事情 你要重复的做 很多人说录影片很难 但是对我来讲它很简单 因为我录了很多次 所以熟能生巧 有一百个部落客里面呢 一百个学生里面 大概只有一个学生 他愿意持续去做一件事情 比如说每天去po文章 每个礼拜去写文章 每个月去写文章 po文章 甚至拍照 做影片 相信我 一百个学生 一百个 只有一个学生 愿意这样做 而往往成功的人呢 就是那一个学生 对我来讲的 因此 那一位 是 是 是 我来讲的 我来讲的 写文章